北京燃气为雄安新区首批安置房通气 本报信随着雄安新区 熔东片区首批安置住房分配现场 摇号工作结束 熔安新区熔东片区首批安置房入户验房工作 近日正式启动 为确保熔东片区首批回迁居民正常用气 北京燃气集团启动燃气集中签约通气 截至目前完成任务数量已经过半 自熔东片区首批安置房交付工作启动以来 北京燃气集团调集了大批燃气专业人员 分为检修队 空气队 以片区为单位 加快推进燃气保工工作 北京燃气集团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 面的工期紧 任务重的局面 10月底 北京燃气集团派出首批通气先锋队 七十余人 与属地北京燃气熊安公司 共同奋战十余天 完成了新区燃气干线 管廊 市政段等一系列通气任务 特别是熊安新区干线一期燃气管道项目 作为熊安新区的重要气源 对于保障新区燃气供应至关重要 该项目的实施通气 也为熊东片区安置房通气工作奠定了基础 北京燃气熊安公司 在熊东片区内的12个安置房交付点 设置了燃气专项服务站 每个服务站点配备两名工作人员 负责签订燃气用气合同 讲解燃气安全使用常识 发放居民用户燃气使用手册 告知用户燃气开通及缴费方式等 详细解答用户提出的各种问题 并将24小时燃气克服热线电话告知用户 以便后续咨询和办理燃气相关业务 据介绍 省道S333熊安新区境内长两公里 按照双向六车道设计 属于熊安新区龙东片区道路的开发建设先行区域 担负着首期居民回歼安置 起步区启动区运输支撑的重要功能 很快乐